永远记住利益到位 陌生人就是朋友 利益消失 朋友就是陌生人 人走查梁那是自然规律 求人办事不要指望 谁看谁的面子 在实际的利益面前呀 谁的面子都不好使 真想求人办事 就当成生意来做 计划花多少钱买这个结果 有了这个思维 哪怕你谁都不认识 也可以把事办得好 办得痛快 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关系 天天去应酬 天上下雨地上滑 自己跌倒自己爬 关键时刻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人性最丑陋的就是 需要你的时候 百般讨好 不需要你的时候 翻脸无情 记住了 当别人不需要你的时候 要学会收回你的热情 并且礼貌退场 你可以躲在被窝里哭 也可以喝酒喝到吐 但是你不可以拿起手机 发不该发的信息 打不该搭的电话 要明白 凡是你得不到的 要失可而止 及时止损 才是成熟的表现 一扇不愿意开的门 你一直敲就是没礼貌的 任何人的底气 都来源于经济 有钱真的能治愈一切的自卑 你要优秀 要做个强者 强者呀 丢掉这四个东西 少参加胡朋好友的饭局 不要等一个不爱你的人 也不要讨好 看不起你的亲朋好友 更不需要接交 那些虚情假意的朋友 强者只做三件事 赚钱 锻炼 学习 只看四种书 历史 营销 商道 哲学 只教三种人 有能力的 有想法的 有执行力的 只相信三种人 在你巅峰时刻 不来找你的 在你难受时候 陪你谈心的 还有在你落魄时候 帮助过你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